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这样子帮爸爸穿好袜 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带上我们亲子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爸爸在我们家中的一个表现 大概都是为家庭再付出 为小孩子为妻小这样子的一个家境 他们付出很大的一个心理 可是往往大家都不觉得说 爸爸他有什么重要性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帮爸爸穿好袜 能够由子宁感受出说 爸爸这样子很辛苦 爸爸我爱你 因为是大人把孩子穿下来 这回我们这回都带过人的落伙 帮我们餐历 孩子把爸爸穿梅了 我感觉一个意义 因为在那时候我数比较少 我数比较少 我提到他在做夫妻的辛苦 我还提到他把爸爸穿梅了 意义不同 这项活动邀请30对父亲与就读幼稚园的子女 透过帮爸爸穿袜子亲子同乐 活动是充满欢笑 不仅透过活动让子女表达对父亲感恩的心 跟借由小朋友的小手 亲自帮爸爸穿射头好袜 增加亲子间的互动 团队一世人 昨天我都想 演员让我们女儿 穿这个围 我感觉这一分心 对我们这个教育 感恩很好 的意义 可以有那个公益性 然后可以亲子之间的那个互动 那小朋友才两岁 你觉得是手忙脚乱的 对啊 然后在家里都没什么来练习 对 好 你在镜头 我们要跟他打几分 90分 执行单位明朝大学表示 与彰化县政府多次合作 早已培养出相当良好的默契 学校提供庞大的支援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响彰化在地的产业 大家都知道彰化有好山好水 但却忽略了摄头是袜子的故乡 希望借有这项活动 成功让支袜姐在全台各地打响名号 进而让帮父亲穿好袜 成为每年台湾重要父亲节的活动 好